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9日 马上就要Neurobs代替了 然后有些同学呢,在问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本科生或者是一个master 我之前没有投过Neurobs 我没有open review账号怎么办 那你需要是注册一个,你才能去投稿 然后今天那个视频呢,我们找了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他从来没有注册过账号 我们今天就用他这个来实际操作一遍 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注册里面要填啥 如果我们这里哪里讲的不对呢 评论区也给同学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要填的主要信息呢,可能就是 first name, last name,然后emails 然后personal link,还有education history 一会儿这个同学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下 他的填的过程 大家好,首先我们需要填我们的名字 这里大家就直接填自己的拼音就行 然后一定是要先first name,然后再last name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填我们的email 注意一定是要以edu结尾的这个邮箱 我们需要填一个我们的一个个人网站 它这里有很多种选择 我选择的是linked in,因为我其他的都没有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填 我停一下,这个不填是不能过去的对吧 必须填一个 必须要填一个 OK,大家记住了,就是这个个人的链接呢 你必须要填一个 就是你是一个本科生 你可能没有google scholar 也没有dblp也没有主页 但是呢,你一定会有一个linked in 这个是很容易建造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填这个education history 然后因为我是本科生 所以说就只有一栏 如果大家是master或者phd的话 要把所有的这个经历过的学校和职位都写上去 然后现在我们 这个我看你不仅选了学校的名字 你还选了,你还写了学校的 就是在哪个州对吧 这两个就是填什么advisor和什么other reinship 或者experts 就是一般来说你如果是本科生 或者刚开始做科研呢 其实这两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老师 或者你带你的高级学长 这个主要是给那些就是比较similar的人 或者一些phd填的 我们现在讲完了 这个同学已经完全填完了 我们接下来呢 连就是来就是说创建一下这个东西对吧 那你点一下这个register for open review 你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出色成功 成功了 好,大家看到了吗 他现在已经注的成功了 这个你注的成功之后呢 你能看到对吧 你是一个active的这个newreps的author 然后呢你还能看到右边呢 你的名字 然后还看到很多open for submission 还有很多reminus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见面 OK,好 我们今天这个如何注册呢 应该就讲到这里啊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 教会大家如何注册这个open review account 最后祝大家newreps的错好顺利啊 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录到这了 好的,老师 谢谢你,拜拜 不用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